哈囉大家好我是拿鐵 今天晚上是Arena Breakout 暗區圖威 今天要來抽新的服裝啊 那我現在這套服裝是上一次的活動 就李小龍套裝嘛 我把他全部抽完了 就是服裝加雙解棍 然後這一波有一套服裝是之前玩家就跟我說 拿鐵要不要抽啊 看了一下呢 我覺得是可以抽抽看啊 可是我不知道能不能抽的到 這套話叫做臨終人啊 看起來就是一個偽裝服裝 好然後我們來看一下他的動畫好了 快速看一下 簡單來說他這個 對應了我們現在新的活動吧 因為現在有新的什麼颱風來了嗎 一張地圖應該是農場 那我還沒玩啊 現在想說先來抽這個東西 然後你看看是狼嗎 那有一個人要開槍 然後現在看到這個衣服呢 就是動畫上面這個角色穿的衣服啊 就我們今天要抽的 原本以為他要打的也就是他打人 就一個被收掉 看起來是特解被幹掉了 這個應該是普通特強 然後這個現在看到這個應該是BOSS吧 很像BOSS的那個造型 好這套服裝其實應該大家有看過吧 好像就是我們在玩北山襲擊案 某一個BOSS的套裝 就是在白狼陣營這個BOSS的套裝啊 因為白狼陣營的BOSS他旁邊沒有盾牌兵 然後其實穿這樣看起來沒有頭盔 所以好像一發被爆頭就解決了 不過這服裝 應該以遊戲來講算是比較隱匿式的服裝了 他叫做臨終人特遣作戰服啊 這套目前看起來應該就是 北山襲擊案 白銀陣營的BOSS穿的衣服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抽要花多少的錢錢啊 他主要是可以用 右邊這一個 欸左邊這個 密林軍需卡 然後密林軍需卡的話呢 可以去抽 然後第一張的話是 一張可以抽一次就對了 欸10塊 欸這怎麼看啊 軍需卡10的話 好像是10吧我看一下 哇好像蠻貴的耶 我覺得今天可能抽不到 我今天應該不會另外課啦 就看這邊能夠抽到多少 好我們先抽抽看第一抽吧 第一抽要10張啊 10張的話要100 100的這個點券 然後總共有7個獎 欸服裝看起來 是這樣子耶 跟我想像中的不太一樣耶 點進還後才看的到服裝是這樣 好吧 感覺上可有可無的感覺 因為這遊戲其實如果是下雨天氣 就這樣也看不太到 好第一抽 看能不能抽到 看幾抽抽到就知道了 應該不會一抽就出了吧 欸 突擊包 好一突擊包還可以啦 突擊包 這個是AMP 哦AMP我有在背 還可以 給大家看一下 AMP突擊包 突擊包其實有時候我覺得背包顏色不要背太顯眼 是還蠻明顯的 再來 錢錢錢應該會不夠 因為我現在這個剩下的點券是上次抽理想龍剩下來的 再要200 20張 第二抽 這遊戲好像很容易是保底才會出哦 對話框 這種這種東西就不要放出來了 對話框 像我沒有在聊天的對話框應該怎麼用不到啊 再來 48張還夠嗎 我還可以第三抽哎 480 應該是3抽 拜託出一下 3抽 沒有 太難了啦 再來就不夠了吧 再來要980 好3抽的話呢 都抽到 下面的獎項啊 然後這個遊戲的中獎機率我個人覺得沒有很高啊 以上是理想來講是抽到保底才出啊 出 套裝跟 雙結棍 所以這遊戲主要來講因為他是免費遊戲嘛 所以 他遊戲內課金光幫才賺得到錢啦 所以這個就看個人喜歡的話再課啦 如果沒有很喜歡的話也可以省下來 不過這個 顏色來講 如果是比較亮的地圖好像還蠻明顯的 可如果你躲在草叢裡面應該是比較看不到啊 顏色一定是有影響的啊 畢竟 我視理小龍服裝 有的時候還是 不知道是不是被看到怎麼樣 總之來講 因為我有看那個死掉重播嘛 我覺得 欸黃色 稍微手臂上 有點明顯 就手臂而已啊 其他地方其實都他 有那個 蛋掛嘛 然後有防彈衣之類的事情還好 OK 這個就是我們的 新服裝 沒抽到 來歡迎大家留言有沒有抽到 接下來分享一下新的活動啊 真心活動的話有一個 破小紛爭嘛 破小紛爭其實就北山奇奇案 他現在已經結束了 好 這邊看到結束了 在這邊有個 尋找科學家 米哈洛茲米 點選揭曉 好就是這個阿貝 現在就是看要把他交給誰啊 因為我都選白狼喔 我就交給安德烈吧 我剛剛講的應該就安德烈那個服裝啊 OK 交給白狼了 然後這邊會回到我們 安德烈跟 凱拉的畫面 這邊應該先任務就是 去把他完成就好了吧 可惜沒抽到衣服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未知錄音 破解情報 需要拿到這個 特製解碼器 登錄一天就有了 再來就是 遊信中取得 從遊蕩者身上或保險箱都會有 機密保險箱 在市場上可以購買 市場上可以購買 一個6000 好我們先看一下破解會發生什麼事好了 你未擁有 查看圖鑑 喔還要去 拿到東西啦 才能破解 因為現在沒有東西可以破解 帶破解 資訊圖鑑 有好幾個 好吧 就這樣吧 這個之後再分享吧 然後週六月上旬會有一個龍場對 抗啊 的活動 接下來有個活動這邊呢 就是我們之前 喔這每週的週末慶典先抽抽看吧 我有抽過一次的萬能鑰匙啊 這個中獎率其實也沒有很高 目前最喜歡應該是萬能鑰匙吧 欸中了 還真的中萬能鑰匙 到5月29 他等於可以去開一個 呃 隨機開一個鎖起來的門啊 可以看萬能鑰匙9% 可是高級套裝券是最高 他是他最難抽1%而已 因為高級套裝券的話 你只要 穿著他出去撤領 你就賺那套的價錢了 然後鑰匙的話還是看運氣啊 再來就是 票選獄手 我那時候也是選 最右邊這個金色的 因為金色感覺上 欸大家小金大金嘛 這遊戲大家應該都選金色吧 這金色高票當選啊 領取 他這個是我們在槍枝旁邊可以掛的 所以無課玩家你也可以擁有這個啊 應該登錄就有了 再來這邊有一個 備戰颱風來襲 就是新的模式啊 這模式 感覺上跟之前的烤箱有點像 我還沒進去玩 然後我們可以按領取獎勵 這個是之前的活動 你有完成的話呢 就可以累積寶箱 我看一下可以拿多少 欸我少一次撤領哦 好嗎沒關係 哇還蠻多錢的耶 30003000這樣應該也好幾萬哦 看一下1萬2萬3萬4萬5萬6萬7萬8萬 大概有10萬左右啦 應該差不多10萬吧 這邊完成的話可以再領啊 我這邊還有一個 三次撤領 因為最近在玩PC版 所以沒有沒有玩 好在我看一下這裡 颱風來襲 颱風來襲的話是 部分敵人會攜帶手電筒配件 又可以刷手電筒了 小心手領柏雷 柏雷羅跟阿賈克斯的埋伏 所以這張地圖會有BOSS 之後我再分享一下攻略啦 因為我還沒進去玩 然後他這個模式的部分現在已經有了 我們可以點進來看 他現在北山襲擊案已經改成颱風來襲 所以北山襲擊案已經玩不到了 這個一樣是有段位的 最高段位可以到暗區傳說 入場只要兩千就可以進去了 可是 要一萬的裝備 一萬的裝備跟兩千 所以是一萬二左右 那看來可以再把 最普通的槍進去玩玩看 好今天就不玩了 主要分享一下抽這個新套裝沒抽到 來歡迎大家留言讓我知道一下 這個到底要花多少錢 是不是要保底才抽到 如果保底才抽到 我相信應該也是要花個好幾千塊吧 可能四五千吧 或三十千 因為李小龍那時候我抽就花了 將近五千塊左右台幣吧 我覺得還蠻貴的 對可是 真套很帥 因為我很喜歡李小龍 好那今天就分享一下 三抽都沒出 所以中獎率真的蠻低的 也歡迎大家留言有沒有人就是抽到的 分享一下你幾抽抽到 那今天的影片分享到這邊 然後最近有分享一下PC版的 畫面 如果你對於PC電腦版的暗區圖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看拿鐵這兩天的直播 都有那個遊戲畫面 那我們今天遊戲我要這邊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影片見囉 拜拜 我們下影片見啦 自 respect 我們下影片的影片 我們下影片見 我們下影片見